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兴起发财 科学进步 什么叫科学进步我都不太知道 总之大家都心想事成 希望平平安安也都赚多些钱 身体健康最重要 是啊是啊 疫情我想差不多到尾声了 因为这里的确诊的数字不断下降 是全世界的趋势 所以我觉得大家基本上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但是有点要先提一下 都很多谢大家 都去继续鼓励我们的节目 在新年里又派个例子给我们 非常感谢大家的 好 多谢大家过去的支持 因为科学新资要復播 其实时间也不是太长 但是反应是相当之好的 我们也都举行了一次网聚 希望在将来的时间 我们可以再举行多几次了 说定了 其实去到今年年中的时间 应该就更容易去见面 我们就搞大一点了 是啊 搞大一点 好了 今天那个题目是相当之多的 因为我们自从在这个月初时我们休息了之后 都有颇段时间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那么这段时间里 你说没有发生过事情呢? 都发生了很多事情的 那么其中有好几样东西 其实跟我们都有撤身的关系 那么其中一样东西就是那个电脑科技的发展 那么文雪呢 这个是题外话来的 这个就是最近Google的公司是向起警钟 他们给一个AI的system 就觉得是会严重地挑战Google的业务 那么Google的业务本身呢 其实那两位创办人Larry Page和Sergei Brain 其实已经退休了 所以退休的意思不是他们不做事 而是他们的兴趣放在另外一个生意里 但是那个Google的CEO就立刻急召我们 说现在怎么办呢?那一套AI的system 其实应该是一个深度学习的软件来的 这个是 这个我又说两句 你知不知道第一件事呢 出了这一单 虽然我们就没有特地去找一个新闻 专专来说这种东西 但是也都是真的我这两三个星期的见闻来的 是我自己的工作单位那里 都突然之间煞有介事 去传个email出来就是说 小心各位就是我们做老师的呢 就要小心一些同学用这个最新的科技 来去做功课 因为那一套这样的AI呢 就是不只是说大家用Apple电话的SERI 这样纯粹很简单去对答 而是说尤其是你做一些文科的论文 社会科学的论文呢 它可以出口成文 你问这个问题它整几千字打出来给你 尤其是那些讲到介绍一些 简单的哲学概念啊 简单的社会科学现象呢 基本上它就会给你全部给你出来 好了 未来接下来做教育行业的挑战 尤其是你打算去改读文 去分哪个学生能力高低的话 你怎样分解那样东西 是不是由AI写出来 还是同学自己亲手写呢 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另外就是说这一套这样的功能 就是因为它很容易去帮你去找答案 所以大家就联想到 直接威胁到Google的地位 就是你问它的东西 它可以很详细精准地打到你 这个就是以往Google最擅长的地方 这里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Google都觉得自己的地位 就是受到威胁的原因 是啊 但是该同学能够这么醒目 去用一个这么精准的软件 其实你应该要奖励一下它 其实是这么说的 因为它掌握的门槛很低的 你普通人都可以用到的了 已经不是说需要多厉害已经用到的 就是说你懂得去到网站就用到的了 已经是简单到你打一条问题 它就出给你的了 已经是去到Google那样了 已经就是 所以你说我奖不奖励 我奖励去那条毛吗 就是这样用不到就卸了我 但是这段消息 我想起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究竟我们今天还需要这个教师呢 所以我们依然需要去评估 就是需要去很清楚的人能学到东西 就是我觉得教育这个很 就是有几样东西 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 就是老师的功课 究竟比一个grader能够再精确客观的问题呢 另外我们稍后就要说就是 保住大家的荷包的问题了 就是说大家现在经常用那些网上银行 网上文化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透着现有的科技 保住我们这样的安全资讯传送 可以保住多久呢 似乎这些警钟就越响越大声了 现在就 是啊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就牵涉一个战略问题 因为不单止我们日常的电子交易会需要那个保密的效果 很多国防的机密其实是透过那个电脑 或者那个通讯的模式去传递的 那你说如果是中国或者其它国家 它是能够打破了那个解密程序的话呢 那战略上是有一个很强很强的优势来的 就是等于你看到别人的东西 别人看不到你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节呢 我们会讨论一下 就是讲讲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 就是相当之多的媒体都报道的了 就是不一定在那个 就是这些科学的新闻里面 普通的媒体都有报道 就是在一月初的时候呢 就一个 一堆中国的研究人员就声称他们破解到 就是透过这个量子电脑 破解到这个RSA 那问题有好几个 量子电脑我们解释过很多次了 所以不需要解释 那什么是RSA呢? 那首先要讲呢 大家在网上的那些密码呢 你去传递呢 它是需要一套叫做加密的技术的 就是你要把这些信息如何去保密 中间不让别人解释到 然后去到目的地那裡 才有他们的那条铰匙去拆开 知道里面那个秘密的信息 就是那种叫做网上的保密功夫呢 其实背后牵涉到很多的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工程和基础数学的概念在里面 那其实呢 我们以往提过就是说 也要一点点提到我们已经提过的东西了 就是说呢 当我们知道呢 当我们未来拥有电脑的运算能力越高的时候呢 就对于我们这些资讯保密的安全呢 就的侵害会越大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现在我们网上的密码的要求 就是要求那个的长度和複雜程度越来越高 那大家明白的原因就是说呢 如果有人要撞的密码呢 也都需要成本越来越高了 要撞得越来越长了 那其实随着我们的运算能力 电脑的运算能力越来越高呢 那个密码被人撞中 在短时间之内就撞破了的机会呢 是越来越高的 所以一方面呢 我们就要担心 我们究竟这些密码要加多长呢 如果我们无止境地要加长 其实都挺无人的 所以就是说 我们要想一个很好的搜门口的技术 怎样令到一些东西去安全地不要被破解 那这个一直是透过什么做到呢 就是透过建立一些叫 就是有些数学家很喜欢搞这一套密码 就是怎样去做一个加密的技术 那加密的技术中间牵涉到就是说 就是你能不能够将 就是它就会将你本身的信息 去和其他的一些 拿来做加密的附加材料 去用一个数学的运作混合它 你简单的想法 可能是一个乘数地混合它 但是实际上它不需要只是靠乘数的方法 你去把它混合它 就是说最后出来的那些东西 究竟原本是有些什么 混合你的那堆资讯呢 你是很难解释到 你要撞很久才撞到 那现在我们的技术就是说 可能撞到呢 基本上撞几千年你才撞到 那这件事就没有意义了 但是如果你的电脑的运算能力 提升了一千倍一万倍 使得原本需要撞一千年的东西 可能撞到一个小时就撞到的话 那很多人就愿意去尝试 去破解这一套的密码传送系统 那其实你说如果要很仔细解释 那个RS ACE的加密系统 那容许我纯粹用一个简化来说 那个RS ACE系统最精妙的地方就是说 它将那堆加密了的东西 扔了出来之后 那当然那堆东西可能是你收到 也可能中间被人截到是别人收到的 但是呢 要去打开这个东西的那条RS 是不需要到处传你去的 你是有办法呢 是可以运用一个数学的技术 用一个A锁匙鎖了的鎖 可以用另一条B的鎖匙 给你打开 那条B的鎖匙不需要到处传 那条A的鎖匙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拿来去锁住了这堆讯息的那条鎖匙 但是你呢 就不需要用我这条到处传出的A锁匙去解锁 你可以用你那条C底下 没有传过出去给人的B的鎖匙 就可以开到 究竟实际上怎么做到呢 我们自己现实上做不到 但是呢 当你那个数学能力好的时候 就是数学人很厉害去想一样 现在已经50年前了 就想到这一套这样的数学的方法 这些这样的数学的下数 就能够做到一个效果就是 用A锁匙鎖了的东西 你可以用一条自己收起来 没有被人知道的B锁匙 开出来来读回 这一套这样的加密与解密的技术 就使我们今时今日 就可以用一个安全的方法 使我们的密码、电子签名 继续流传下去 但是它最大的破坏就是说 如果你的电脑的运算能力 可以继续去提高 在短短一秒之内 能够进行更加多的运算的话 那这个密码 都有机会就可能 在一个足够短的时间之内 就被破解到 于是乎 如果你掌握到这个运算能力的时候 那就是这个密码技术的末日了 那现在今时今日 那套RSA技术 还有一些parameter 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RSA2048 就是说中间 去帮你去加密你那堆信息的那堆材料 本身那条信息串 都有2048个委员那么长 就是于是乎 令你整个解密的运算成本很高 那这套技术 大家都知道 如果要破解 就需要一个厉害的电脑去做 越来越厉害的电脑 其实我们过去 由科学新知 刚刚我们开始 几年前开始做的时候 第一集我们都讲了 量子运算 量子电脑 跟着有什么可以挡呢 量子加密技术 但是量子加密技术 量子加密技术 就能做一个运算 而且里面承载的资讯量 可以比传统的一个委员更加多 于是乎你一个更小的空间 放到更加多的运算委员 出来那边运算员 运算的运算能力 一定比传统电脑高 这个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都会说 有了量子电脑 就代表着这个我们现代传统的 例如RSA这些这样的 加密技术的末日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以往呢 就是让我补充多一句 就是在我们去年节目时 我们都有轻轻的回顾过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里程碑去到哪里呢 我们已经有能力证明到 已经不仅在数学上 而且真的在实验建立上 证明到 随着我们的量子的 運算单元加得越来越多 我们是有信心可以加到高的那个地步 是可以令到这个量子电脑 是超越了以往所有 传统电脑的运算能力 就是所谓的那种叫quantum supremacy 这件事呢 我们基本上是接受了它是会存在的 但是问题就是 什么时候正式超越呢 就是要看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将这些量子电脑的 运算单元加到足够多了 有人就说你加到几百个 那就是RSA的末日 但是现在今天这个中国研究小组 它在做的那个规模是五十几个 就是说几十个这样的量子单元 去砌在一起 那你就迟下它可能做到几百这样 所以大家就会担心 就是会担心了 而且它成功地就是说 在一个这么小的规模 的情况之下 只是用一个五十三个量子位元的一个量子运算 量子运算元件 就去解一个很简单 都具备RSA特征的密码 它就不是RSA2048 但是它是一个比较低 简单一点的RSA运算 那它就可以用一个简单一点的量子电脑 解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RSA问题 其实中国今次这个群队最强的发言 就是在这个位置那里 那你听到这里你就知道了 那它实际上去破解到 我们现在用的RSA2048 到这个位置了 那我就说未到 要不要担心呢 但是大家都要 所以在一个学界里面 现在还是在这两三个星期 虽然是三个星期前已经有这个报道 但是近两三个星期都不停地 就算是金融界 计算机科学界 就是那些量子物理界 都是有非常多的讨论 是关于今次中国的这个团队这个发言 它那个论文里 它有提出一些实际的标准 它说如果是刚才提到2048那个bit 就用372个kubic的量子电脑就可以做到 那这个是它估计的 但是它们现在能够做到 就是10个kubic 差很远其实就是 所以就 要加税 不是说就这样拼就行的 都不简单的 那所以呢 就是大家会觉得 技术上不是这么容易 还有也都有专家认为 是不是300多个就做到呢 是说大家会有怀疑的 大家还在讨论着 那所以我甚至跟我记得去年 我们还特意花了一集来说 就是说 在这个RSA 未被量子电脑破解前 其实现在已经想到一套 一套临时的新标准 一套protocol 就是想着再耐久一点 就是这个量子的加密技术 那个拦截量子的防止摄定技术 未完全成熟 就是大家最怕的情况就是说 如果量子电脑出现了 同时那个量子的加密解密技术出现了的时候 就没事的 就不用担心的 但是最怕就是量子电脑出现了 但是量子加密解密技术出现了 但是量子加密解密技术出现了 然后令到中间有一段真空期 就是我们需要用传统的加密解密技术 去面对量子电脑的挑战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害怕的时候 但是现在也在想着一个临时的protocol 其实RSA都不是最主流最先进的 那个加密解密技术来的 有用但是不是最疯了 现在再有一些新一代的加密解密技术 可以令到那个解码的成本更加高 而且令到解码成本高之外 就是我们去用开锁匙锁去解码的成本 又不会标得太高 其实就是在说需要的这一件事 再压久一点 是啊 刚才你讲的还有一个更加恐怖的可能性 就是有些人或者有些国家 其实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术了 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公布出来 一直在看所有人的秘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世界没有变密可言 这个越将时间越推迟 就越可能出现你讲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就会说 现在说得出口还没解得到呢 就是说他们本身都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就是说 你猜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国家去试呢 那一定会有的 但是我也都会承认就是说 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技术投入 是出狗牛而虎之下 是重点项目来的 就是对于这些量子的东西 他们是非常之有眼光的 知道这件事是主宰未来强弱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核心技术 是啊 涉及到这个问题 我还有好几样东西要买一买 帮我们现在第一节完了 我下一次再回来 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感祥工作室节目